今天在各位的資料袋裡面 我特別訂一張紙出來 就是昨天晚上傍晚才發布的一個新聞稿 當然在此我要非常感謝現在記政雜誌的一些夥伴們 特別還把我的資料我提供三篇文章 把它弄成一本冊子 謝謝 我今天又提供兩份資料 一份就是單張紙的那個新聞稿 你看毛治國副院長他怎麼講 你看毛治國副院長他昨天怎麼講 他說這已經是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一定要讓他過 你如果看這一張紙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我特別在那邊有123第四段的時候 他一定要過 而且第二行針對都市計畫範圍內 不是另外一個 一定要什麼 第三段 一定要如期在今年年底完成都市計畫審議工作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句話 你看那個第三段的第二行 他行政院的副院長行政院的立場 就是什麼 你一定要給我過 而且今年年底就一定要給我過 就好像我們剛剛主席所講的 我問各位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都市計畫你要怎麼審 那土地政州計畫 後來他的後階段 你到底要怎麼審 你根本就是在審假的 懂嗎 你長期來都正在做 只要被列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另外就有一個不同的一個體系 來逼迫行政官員們 你必須儘快完成這個計畫 的一個領地 跟審議 就是這個樣子 我曾經在同樣這個現場 我跟我的一個學長 內政部的一個學長 我們兩個在辯論 有關於桃園機場 A7戰區的開發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郁彪壽這個案子 他當場跟我講 我也反對啊 但是我有什麼辦法 上級交代 我今天就要挑戰這種思維 我今天就要挑戰這種思維 我有什麼辦法 上級交代 但是另外一方面 是人民的生命財產 跟生存權 我們能夠用上級交代一句話 或者行政 依法行政 我們就把它逃脫 我們必須要承擔的 那種責任 不想 我們必須好好的來思考 這樣一個問題 適合這個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我在今年的3月20號 我已經看 其實這個問題我以前有就知道 我在今年的3月20號 我在蘋果日報 特別針對這個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各位的另外一面 就是我 那個標題就是 為何 為何抵制國家重大建設 民眾為什麼會抵制國家重大建設 因爲什麼呢 因爲你程序都還沒有走完 你這個四個計劃 你只是在第一個計劃的階段 你就把它報為國家重大建設 國家重大建設的定義是這麼在定的嗎 國家重大建設計劃不是要等你四個計劃 都已經完成審議之後 你才有資格提報變成國家重大建設計劃嗎 現在不是這樣子 現在只有第一個階段 台南鐵路地下化也是一樣 台南鐵路地下化也是一樣 它已經被提報為國家重大建設計劃 早就提報 但是現在才在做都市計劃審議 土地徵收的一個階段 這樣可以吧 我問各位在場的前輩 我們這樣審計劃可以嗎 我們最近因爲總統跟立法院長之間的 彼此的不合 我們常常在講一句話 大家都已經朗朗上口 就是什麼 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 我們這樣有符合所謂的程序正義嗎 這是一點我也要請教各位 但是我們現在現實的狀況 就是這麼在做 昨天毛治國的這樣的發言 各位媽媽你好好仔細看他昨天的發言 因為這是官方的通訊社 官方通訊社所發出來的新聞稿 你可以看我們現在政府的思維 依然是這樣的一個思維 那這是我要嚴厲挑戰 不能這麼再做 你所謂的國家重大建設計劃 應該要等所有的計劃都審議完畢 你才有資格被提報為國家重大建設計劃 這是我的一個觀點 另外一個在這一章 我要特別提出來了 我們這些計劃都透過什麼機制在治理 我們這些計劃都透過所謂的委員會機制在治理 委員會都市計劃委員會 區域計劃委員會 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現在改名叫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我們都由這些少數人在決定 很重要的 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這是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一直沒有改變這個治理的機制 仍然由少數委員會來決定定義 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而這個少數的委員會呢 委員會機制呢 其實我在國外 我在學都市計劃 我學共共政策 其實這種委員會的一個機制 其實相對是很保守 我就跟各位報告 不好意思 主持人也是委員會的委員 我跟各位報告 這真的是 仍然是很保守的一種治理的一個機制 如果我們真的要用委員會機制來治理的話 很抱歉 政府行政官員應該要全部退出 我跟各位舉個例子 我們中央的都市計劃委員會的成員到底幾位 29位 區域計劃委員會委員幾位 27位 政府都會說我不會超過半數 政府行政官員幾位 你把它除以二減到0.5 就是政府官員的一個數字 所以都委會是14位 區委會是13位 其他的 是學者專家 社會熱心公益人士 這些人 都是由部長來聘 另外一點 跟各位報告 學者專家 社會熱心公益人士 是來自於全台灣 他不可能每次開會都會到 當他開會不到 他必須請假 但他不能夠請人來代理 你看那個辦法 但是政府行政官員 他可以請人代理 而且還有投票權 所以真正的多數在誰 真正的多數其實在政府行政官員 我用一個例子 就是相思聊那個案子 相思聊的案子 後來是採取記名兩決 你把政府行政官員全部剔除 12位全部剔除 其實這個案子是被否決的 但是 他因為政府行政官員全部投Yes 學者專家幾乎全部投No 但是還是政府行政官員是多數 所以相思聊的案子 是這樣通過的 這都有正式的會議記錄 各位可以上 營建署區委會 去找這個會議記錄 誰投Yes誰投No 上面都有明明白白的一個記載 所以要跟各位講 這個委員會的機制 本身就是一個比較保守的機制 在台灣更為保守 為什麼 因為我們政府行政官員在裡面 還佔了多數 土地政府審議委員會 其實也是如此 要問各位 用這麼少數的人 而且行政官員還在裡面 由他們來詮釋所謂的公共利益 這樣適當嗎 這不是像你左手提計畫 左手提計畫 右手你自己進行審查嗎 尤其在地方政府這種情況特別多 我問各位這樣的審查 它會不通過嗎 但是對外怎麼講呢 對外都怎麼說呢 這都是學者專家決定 我兩個禮拜前 特別因為大埔的事件 到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出庭 我去觀察 我去觀察 我就是要聽 我們內政部的官員怎麼講 不出我所料 我們內政部的訴訟待遇人 當庭怎麼說呢 土地徵收 為什麼大埔這個案子 為什麼會通過 他全部把它推給學者專家 都是學者專家 決定讓這個案子過的 我當初我沒有辦法提出反駁 因為我沒有發言的權利 當我回來我跟我幾位 我認識的委員會的委員 跟他們講的時候 每個人都氣炸 這就是委員會機制 我們合一致 合一致 其實主要還是以主席的一致為一致 我也當過委員 主要還是以委員主席的一致為一致 但是他事後 多個外來都怎麼講 都是學者專家做的決定 所以 靳祥兄你們都是背黑鍋了 坦白的講 兩個禮拜前 台中高整行動法院 內政部的訴訟待遇人 就是這麼在講 那我問這樣可以嗎 其實真正在做決定的 大部分都是行政官員在做決定 但是故意找幾個委員 找幾個學者專家來做代表 全部退役他們 所以這一章 第一章 幫幫各位 要特別注意 我們的委員會機制 是不是依舊是適當 我們這個在目的事業 新辦事業計劃提出來之後 經建會就馬上提報給行政院 核定變成國家重大建設計劃 這樣的程序是否適當 麻煩各位我們一起來思考 我說 如果這不是經濟掛算 我們最近大家都要用這種以趣在講話 如果這不是經濟掛算 那什麼才是經濟掛算 我要講得更嚴重一點 如果這不叫專制獨裁 那什麼才叫專制獨裁 尤其你想想航空車 航空車 那麼大 那麼多人要被拆解 那麼多學校要被廢掉 我們真的有在實施民主憲政嗎 尤其是年輕的朋友 一定要好好地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第二章主要跟各位分享 土地之間